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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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到如今 享受祂的恩典 回报祂的恩典 一直到那天 刚才说欢迎大堂的弟兄姊妹 算是地上吧 欢迎楼上的弟兄姊妹 欢迎线上的弟兄姊妹 有没有欢迎天上的 天上每家堂的前会友们也是教会的一份子 欢迎天上的弟兄姊妹 能不能够欢迎地下的 每家堂没有地下的 OK 所有地下的都移民到天上去了 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都是得祥永生的 而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也读到了就是有关于爱 因为在这四关的组织 与其我们一直在建议说 做什么 怎么样去做 那不如我们再三地去反省一下 我们对主和对人的爱 我是做神学教育的 在神学院三十年的时间 做大院长 做院长 加起来也二十七年 但是我同时又是推动普世宣教 跨文化 宣教的 那为什么请我来讲这个关怀组织 也是因为神学教育 不能够只是在神学院 训练传道人不能够只做 四面围墙里边讲道跟教导的工作 一定要装备会友跟信徒走出去 宣教的路要走 关怀的路也要走 那么也在这一段的时间 我也号召了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怎么样把整全的福音 用整全的方式 带给全世界所有需要的人 在疫情的里边 我们也推动一个运动 叫做I neighborhood I 灵舍的运动 因为用这个I呢 代表了爱 代表了爱 同时也在三年的里边 我们都上了线 都上了线 在线上做了许多 就像周围一样 也像我们一样 在2020年中一开始 神学教育完全推上 那么也开始创生了超过十个硕士课程 100%能够在网络完成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么线上的宣教 线上的关怀 Internet 我们看见 在这段时间 更是被推前 而且突飞猛进 一下子Zoom 大家都熟悉了 以前只以为是拍照的时候要Zoom 现在你Zoom 我Zoom 大家Zoom 那么在许多不同的教育和服事当中 也都是如此 但是I 还有International Intercultural 还有I 我们在这三年的里边 也特别关注这一个群体 Islamization 就是回教化的群体 所以用I 代表爱 灵射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发现 也得到了一些地方很好的回应 和同工 也有了一些实际的工作 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边 刚才我们读了 我们有几个问题 我们要问的 因为 我不只是跟大家谈 如何做 其实如何做 你们知道怎么做 你们也请了许多 不同社会关怀的机构 在过去的时间 他们做见证 怎么样在马来西亚 在不同的地方 做关怀的工作 但是我从神学 从经文 从我们的本质里边 我们来看 我们来谈 以及 其实你们有给我 有给我作业的 你们有一个大纲 说你们想要 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有几个题目 我差不多是按做 这样的一个题目 做一个好学生来回答的 那首先呢 为什么律法师要这样的问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因为 你还看见 包含了什么 他认识呢 承受永生是重要的 因为要得到永生 他就问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得到永生 那么他也承认 自己在里边 是没有永生的 你要知道 在你的里边有永生 这个 人 律法师他不知道 他熟悉律法 熟悉一切 在旧约的里边 先知 列主 所遵行的一切的教导和传统 他都辽落执障 但是在他的里边 没有永生 我们在教堂的里边 我们不是因为 加入了成为会友 我们有永生 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因为 借助基督耶稣 他把永生 吃了给我们 但是这位律法师 他里边是没有永生 他知道 他也承认 那么他说 要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因为他认为 一定要做 我要够好 我要有付出 那我做了什么 能够换得永生 这么大的一个奖赏呢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虽然想要做 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才能够承受永生 当然 我们在这边再提醒 永生 并不是 你做什么好行为 赚来的 因做信 也本乎恩 一切都因为我们的信 一切都因为 上帝的恩典 我在说 如果你靠着行为 靠着个人一切的努力 你要赚到什么 你赚到的 只不过 仍然是走向 灭黄而第一的道路 因为 我们 没有一个义人 我们犯了罪 亏缺了 上帝的荣耀 所谓的好 只不过是五十步 笑一百步 做得好一点而已 还达不到真正的好 所以我们就看见 耶稣基督对他说 历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是按他所知的 来引导他 为什么耶稣基督 要这样的来访问他呢 因为 耶稣基督要他从 历法的精确里边 既然他研究历法 研究整个旧业当中 先知的 还有所做的一切的书写 上帝言语和教导的记录 那么 他里边的精确是什么呢 承受永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药雀在哪里呢 并不是要他借着遵循律法 一句一句的遵循以后来承受永生 不是 乃是要问他 让他进入整个律法的中心要医 因为律法并不是毫无用处 耶稣基督也说 我来了 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而且因为耶稣基督来 律法才得以成全 律法有主办的好处 实际是那么一样的惊天动地 那个教导 但是人怎么样能够去行呢 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给的恩典 没有这个成全 律法成为了定我们罪的那些字条 日据叫人使经义叫人活 这个律法师他知道日据 但是他没有进入圣经和神话语当中的精确 他就按着日据这样的回答 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零射如同之际 如果这个是考试的话 考题一出来 答案这样 这个是一百分 OK Hundred percent scholarship 因为达到完完整整 就是你要用你全部的心 全部的魂 全部的力量 你整个人去爱主你的神 但是这一切只不过停留在 他自己的脑海的里边 在他的记忆的当中 只不过是知识的层面 没有在生命中有真正这样的经历 又要爱零射如同之际 那么 因此以 立位记 第十九章 我们也看见圣经其实要求我们的爱 乃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 而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如果我问你 你爱主吗 你一定回答说爱 我在问你爱主吗 你一定回答说爱 我在问你 你爱主吗 你一定是忧忧愁愁地回答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因为我们深入地在思想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所谓的爱主 我们所谓爱的主 我们所谓我们怎么样爱主 其实 其实 我们还是爱自己多一点 到真真真真要把自己 和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我们的自我 一切完全都放在十日架底下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 很难爱下去 这条道路很难走下去 但是整个的律法的精华 就是把这个爱的呼召摆在我们的面前 而且这个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到今天都是最实在的教导 都是一个命令 而且是一个呼召 就是你要用你整个人 整个生命的所有的力量 来爱你的主 让我们能够立志这样的来学习 这样的爱他 但是除了是这样的爱他 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去爱吝啬 但是要爱人 爱他人之前 我们先要爱神 因为有我们里边出来的爱 还是自私的爱 还是有限的爱 还是按照我们的情绪 和按照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源 才衡量之后 稍微施舍出去的爱 没有办法真正去满足 一个最需要的人的基本的需要 我们是有被上帝的爱所浇灌 那么那个爱是从我们的里边 流露出来 满意出来 那种溢出来的爱 是很自然的一种爱 只有在神里边 被神的爱所充满 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去爱人 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对上帝尽本分 但是我们同时 对人也尽本分 十戒的里边 我们也看见 对神的诫命 对人的诫命 在这两条诫命的总干的当中 也是如此 先对神 再对人 因为你不对神 全心完全摆上 你没有办法对人 能够真正的爱和爱下去 因为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那既然是这样 没有上帝的浇灌充满 没有这种圣灵的基地 我们没有办法去爱 那既然我们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说爱人 如己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 爱的时候 以对方为中心呢 能够这样的去爱呢 这个是 在这边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 我们也看见 被上帝的爱更多的充满 甚至被上帝的爱所浸透 那些不能爱的 他没有真正经历了上帝的爱 有很多时候我们说 你已经经历了主那么多的爱 为什么你还不懂得去爱呢 其实他只是尝到爱 他只是享受爱 但是他没有让那个爱真的 完全在他的生命当中 因为神就是爱 爱就是上帝的本质 他没有让上帝爱的这个属性 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的性情 所以他就很难爱 被神的爱多充满 被神的爱浸透 就能够激励我们 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 被基督的爱所激励 我们才能够去爱 能够自然去爱 能够知之不倦地去爱 能够爱了 继续的爱 也是说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并不是说你真的去行了 你就能够得到永生 这个是一个假设 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 全心全意完全爱神 有完全的爱人如己 没有一时一刻可能 你怎么样能够持续下去 一个假设 做到以全人来爱神 并且爱灵色如同自己 如果你能 你可以承受永生 但是事实就是你不能够 因为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和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只有靠主 只有救主 只有圣灵 只有主的恩典 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 而不能够靠行为来赚取 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OK 你说要爱灵色如同自己 那么谁是我的灵色呢 也可能是雇主而言他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 就反问 就想要side track 就想要distract 就想要谈别的课题 那么谁是我的灵色呢 他要讲出自己的有理性 那么这一句话呢 暗示他没有这样的去爱 没有 他要找借口 他要为自己 为自己知而为行 有所辩护 我们不也是很熟悉 这样的经历吗 有一些人反对 归根究底 考察内心 并不是那件事情的不对 乃是他心中的不愿 因为里边的不愿意 就有了很多的理由 来做反对 谁是我的灵色呢 意思是 究竟谁是那配得我 如同爱自己一般的 这样去爱的灵色呢 他的难处不是没有爱 而是没有爱的对象 他说 我是有爱的 就是我没有对象爱 是吗 你没有对象去爱吗 你冷漠的心 我们的诗歌要唤醒我们 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 你的眼睛看的都是镜子 因为你只是想看自己 当你打开窗看出去 把镜子拆掉 你就看见外面 看见巴基斯坦 看见吉隆坡 那许多贫穷人 心里贫穷 物质又贫穷 双重的不幸 双重的辛苦 当你用眼睛去看的时候 你会看见他们的需要 人活在自己里边 你随随便便的来主日崇拜 你随随便便的做一个基督徒 你能够成为每一家堂的会友 你觉得很开心 你出去外面人问你是基督徒吗 你说是的 去哪一个教会 每一家堂 你总是觉得很不错 但是呢 是随随便便的这样吗 做会友 随随便便的这样做基督徒吗 因为 立法师他也知道 敬敬敬敬敬 而耶稣基督 也说 这个是命令的总归 所有的立法 那么多条 总结下来就是这两条 爱神 完全地去爱 爱人 完全地学习去爱 尽力地去爱 那么怎么样去爱呢 爱人可能可以 爱人爱到爱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地步 实在是十分的为难 我们不能够满足立法的要求 所以我们都要定罪 上帝对这个立法师 耶稣对这个立法师 在这里就是说 你不能 所以你是被定罪 你也不能够得享这个永生 因为一切是恩典 我们经历的都是恩典 所以白白得来也当白白死去 你又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你的救恩是领受而来的 你的生命也是领受而来的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其实 你我今天未必能够见面 可能我在你不在了 可能你在我不在 可能两个都不在 因为这个疫情真的是 最初的alpha beta 真的是多去了太多人的性命 你有朋友 我有朋友 我们所关心 所熟悉的人 就这样的 不见了 我有个朋友 他是一个长老 在威尼斯做长老 他开酒店 我去威尼斯 我在威尼斯 也有一个神学班 这个礼拜还在上课 每次去 他问说 你几时来住我的酒店 因为我去 不想麻烦他 没有住过 我说 好 下一次我就来住你的酒店 但等不到下一次 结果我说 下一次就在那一年 COVID 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纽约呢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知道 整个纽约市 如同人间地义 整个医院 所有的医院 都集满了人 里里外外都是人 染上了以后 很快就死黄 因为那个病毒太凶猛 死黄了以后 胡处肮脏 胡处摆放 放进黑色的塑胶袋 绑了起来 就这样运出去 一堆一堆运出去 运去了哪里也不知道 有一个菲律宾华人 富商 亿万富翁 那个时候也在纽约 染上了病毒 也这样过世 包在黑色的塑胶袋 也这样运出去 丢在一个地方 跟别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感谢主 保守了你和我在今天 一切都是恩典 你的金钱也都是恩典 你记得2020年 美国的总统 不是拜登 是Trump 他几乎要发疯了 几乎要发疯了 因为他好一些金主的朋友 都是月圆油的 这个富商和老板 而那个时候月圆油的价格 是negative 那月圆油 那个石油好多 不能卖 你要拿去 还给你一点钱 因为他要维持 那些油的成本更重 破产 有的不止破产 生命也没有去 今天你的生意还在 今天你转行了 转行了 转行了 还走得下去 一切都是恩典 一些教会关了 他们付不起诸经 付不起传道人的心经 关了 今天你还在 感谢上帝 一切都是恩典 没有什么不是拜拜得来的 也当拜拜的分享 Amen 就分享出去 因为没有恩典 你和我在哪里呢 而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也需要恩典 只有恩典人 才能够得生命 只有在生命里边 我们才能够 在主的生命里边 才能够自然的流露 whole hearted 自然的流露 whole being 用整个人 去爱神 用整个人 去爱这个世界 而这个生命处于主的 这个是主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当那个人说 谁是我的灵圣呢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 他就用了一个比喻 那个比喻 我们很熟悉 我们主书学 要表演话剧 也常常表演这个 我们都很熟悉 因为那些人物 各种摆态 OK 那么 耶利哥 谁是我的灵圣 你看这个场景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的路 是很危险的一段的旅程来的 很危险 而且呢 耶利哥是相当低的 OK 耶路撒冷是高的 那个整个地理环境 完全不一样 盗贼常常出没 耶利哥 我们去圣地的 有去过吗 那么去 看那个矮子的那个桑树 对吗 那么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我也去过 撒玛利亚人的客店那边 我也去过 现在的撒玛利亚人 正宗的撒玛利亚人 大概几百人而已 六七百人 竟然能够有三个国际 得享三个国际 那当时呢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 一个道路来的 OK 海拔耶路撒冷 两千三百次以上 耶利哥呢 附近的十海 却是海拔 一千三百次以下 所以你看 在二十里之内呢 两地的高度的相差 是三千六百多次 路途又险又窄 那么你看见那个石头 哇 所以呢 这个盗贼出没胡偿 在这里呢 是不安全的一个所在 你看见整个的故事当中 的一些的人物 首先是那个客旅 他为什么单独走 这条危险的路呢 一般上呢 如果你带着贵重的财物 你单人 单枪辟马 走这条路 这个很多时候 有去胡归 所以很多时候 是绝对前往 以策安全 现身在这种悲惨的情况 有的人说 就由自取 OK 有的人说 活该 那么到底是应该 要埋怨强盗 还是埋怨自己的疏忽呢 还是根本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看见 祭司匆匆而过 他把礼仪 把仪文 放在词汇 放在真正的爱的行动之上 对他来说 圣殿和其中的礼仪 比这个人的痛苦 重要得多了 这个人的痛苦 还不知道 要多长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圣殿的礼仪 现在等着 我去办 然后我们看见 立位人 在他离去之前 他曾经走上前观看 也像我们一样 有时候也看一看 对吗 包包都放在前面 也看一看 那看一下了以后 他们也想 哇 土匪呢 有时候用耳的 今天也有很多耳 现在的麻烦 就在这里了 对吗 我太太还在跟我谈 现在要做个人步道 很不容易了 对吗 你向前 他就退后 对吗 你要给他看 他说 所有的link 我都不要 所有的app 我都不要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 教我们的孩子的 陌生人少跟他讲话 我们谈福音 要对方跟我们讲话 怎么办呢 对吗 所以到最后 还是friendship evangelism 要透过你的认识 如果他还不是你的friend 你就要friend他 你怎么friend他 就是爱他 当你把水给他 当你把衣服给他 当你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 当你能够为他祷告 为他祝福的时候 慢慢他知道 你知道你是有真实 胡为的爱 那么他就能够接受你 话语中 跟他来分享 要不然是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儿当中 有时候会有人 扮成受伤的旅客 一些的旅客 不许有他走上前来 他马上就是强盗了 还有很多人 就把他给围住 把他给制服 那么这个立位人 可能安全地义了 不能够冒险住人 这个在当时他是如此 然后 真正的主角登场 当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 其实当他讲 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个律法师在听着的时候 他内心里面会有 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呢 沙玛利亚人 看他怎么死 因为对他来说 沙玛利亚人是不纯净的 沙玛利亚人是恶的 沙玛利亚人是低的 是悲的 是更有问题的 沙玛利亚人的出现 使到听众 甚至是读者 都以为 歹脚已经登场了 通常都是邪校三生 以后出场的那一位 那么这个人 血统上在一般正统的人士 他是被鄙视的 但是偏偏 偏偏就是这一位 你看见吗 同一件事情 人的态度大有不同 不是吗 对于社会上的 那些悲惨的事 也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水灾 不同的看法 文育之灾 不同的看法 那么在故事当中 对这个人遇害 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犹太人的心中 那个沙玛利亚人 本该最容易 不理那个受伤的人呢 不是立位人 不是祭司 应该就是这个 沙玛利亚人 他是最复兴的 最冷心肠的 最冷漠的 更不应该借近 这个我们正统犹太人的 OK 他应该要报仇的 怎么在这里 反而以得抱怨呢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 他回答 你看见 其实他包括了三件事 我们要以爱心帮助别人 即使有一些人 是自己鲁莽大义 自食其果 你不要说 那个人偏偏走这一条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偏偏走这条路 活该 没有活该的 对受苦的人 我们要怜悯他 即使是他自己的问题 那些少女 那些少男 做错了事 但是 我们还是 要帮助他们 把他们给扶持起来 而不是说 你自食其果 人没有分国界 只要是有需要的 就是我们的灵色 我们助人 要像上帝的爱那样 OK 那即使是非基督徒 他们讲到基督教徒的时候 他们用一句话 或者两个字来形容 他们博爱 对不对 博爱 就是说 不分国界 不分种族 连非基督徒 对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一种的印象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 不分国界 不分种族 不分阶纪 不分 男女老少 我们的爱 应该领导他们 帮助人 要实际彻底 不是 心里同情而言 即使跟另一位人 对这个受伤的人 是有一点同情的 但是他们觉得 在行动上 我还不需要付这个代价吧 但是真正的怜悯 是要用行动 才表达出来的 你不能够说 哎哟可怜 那就算了 不是 你要有行动 才是真正的怜悯 所以 耶稣基督对立法的这一段话 正是对你所说的 你就照样去行吧 你就照样去行吧 我们学到关于爱灵色的三个原则 你不要提出许多的理由 来为自己缺乏爱心来辩护 缺乏爱心 就是缺乏爱心 求主帮助 让基督那厂阔高深的爱 能够大大的融化你的心 充满着你 你不能爱是因为你缺乏爱 你缺乏主的爱 因为你自我中心 你自我中心的时候 你没有多少爱 你需要主爱的 净透和浇灌 任何有需要的人 不论是何种种族中派 也不要只是关顾 为你恭货对吗 不论其他的中派 社会背景的人 都是我们的灵色 爱的意思是喜来行动 一个小女孩 在玩瓶子游戏 她发现 good g-o-o-d 她说爸爸 good呢 可以改成两个字 爸爸说 那两个字就是go do 你看到好的 你要去做 你如果不去做 那就不是好 因为好不是在这里 好要去醒出来 爱的意思是行动 硬需要 任何的理由 都不能够成为拒绝 我们帮助别人的借口 所以我们看见MCO以后的 关怀跟扶持 其实大家也都在努力 爱要去爱 真正的爱 夸文化的去爱 即使在吉隆坡 BJ这一带 也有很多夸文化的 爱心的表达的机会 integration 整合起来 我们所信的道 跟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整合起来 在整合的里边 来见证基督他自己 耶稣基督今天的道成肉身 是透过我们每个基督徒 在社会社区 灵社当中 职场中 活出来的道成肉身 international 感谢主 即使不能飞 internet也能够跨越 变成international 多么感恩 对不对 反而是 一些教会 我的学生 我以前去短学 都要看看 AASIA飞不飞 这个时间 AASIA不飞 不能飞 以前当AASIA出来的时候 有一句标语 Now everyone can fly 我推动宣教的 我在后面就加了几个字 给我的学生 Now everyone can fly to mission fields 只要AASIA飞的地方 你们都去吧 因为经济 班级我们可以 现在飞机票 会越来越贵 听说明年会涨70% 很厉害 我一个朋友 从巴黎回上海 他买的机票 是7000欧元 一到达上海以后 马上封城 关在里边两个月 他说好愿望 7000欧元 去坐了两个月的监牢 但是我们看见 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不能够拦住我们 去爱上帝 不能够拦住我们 去爱人 社官小组里边问我说 院长你有宣教信怀 但是这个关怀的心肠 你怎么样去领受 两者之间有何的关系 其实福音就是一个整权的 福音就是整权的 我开创了一些好一些事工 包括职场的 包括商场的 包括一些 接独工作 寄女工作 孤儿的等等这一圈 那其中有个机构 思路 福音联络中心国际 那我的标志呢 是三个颜色的 第一个颜色是红色 第二个颜色是蓝色 第三个颜色是黄色 红色代表的是福音 蓝色代表的是蓝领 是福利 那么黄色代表的是 黄金金钱 银商 福音 福利 福业 蒙福的事业 就这样结合起来 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边 很多的地方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因为在宣教的工厂的里边 很多是对宣教士关门的 没有办法进去的 但是你用另外蓝色跟黄色 你能够进去 黄色你要定义黄金 不要有别的 那么就能够一起 上帝 你看见耶稣基督 祂在世间的时候 祂做的是preaching 祂做的是healing 祂做的是delivering BHD的工作 是整全的 不关是福音的工作 那个福音讲出来 就要用手去做 在手去做的时候 看见上帝 圣灵 能力的 一个展现 所以 你们 卫力工会 也在整个疫情期间 2020 2021 2022 你们也发动 帮助了很多 包括医院 我在当时 我是发动全国的 全国的教会 当时就identify了 25 26家医院 东马跟西马 所有 就是能够接纳 COVID patient的 确诊的人 可以的 那个时候是25 26家 然后呢 我们就筹款 和拆拍一公 往26家医院里边 去给予支援 遥远的 沙巴的 乡下的 医院 也是如此 结果 做了一些的见证 诸位 也是如此 那有线上的 这个祷告会 有什么情况 一出来 因为祷告是 湖国界的 祷告是 跨越空间 和时间的 所以当阿富汗 当美国 这个军队一撤离 而且是半夜 撤离的时候 那个惊慌 是错 特别是基督徒们 被追杀 如同 羊 没有牧人 而且被豺狼 所追赶 我们帮助 好一些家庭 基督徒的 从一城 到一城 到一阵 跨过了边界 逃难了出来 而也在 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的边界 为他们设立了 难民村 在那边提供了救援 关怀 提供了 许多的教育 提供了 许多的帮助 我团队中 有一个同工 是在阿富汗的 年轻人 夫妻 有一个小孩 大家逃难的时候 他们也需要逃 因为要被捉了 他们就想出来以后 先回 回国 或者是 到越旦吧 比较安全 但是 他一到越旦的时候 要再想 下一步去哪里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他 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我的牧人 你在哪里 他们夫妻祷告 孩子就顺服了 带着小孩子 重新回到阿富汗的边界 就在巴基斯坦的边界里边 住下来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住下来 关怀他们 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一些 生活的方法 带领他们 分享福音 带领查经班 几个月前 其中一个阿富汗妇女 要生孩子 但是生不出来 十分危险 需要破府 在那边破府 找医生是更加的贵 消息一传道 通工问我 我说 我们就把她当作 自己的孩子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 你会怎么样 自己有什么钱 都抛出来 我说 我先抛出来 看能够做什么 就做什么 结果呢 第一时间 让孩子出来 拇指平安 出来没有呼吸 祷告祷告 他有了呼吸 有了呼吸 感谢主 几个礼拜前 三个礼拜前 我得到的见证是什么 这一家 信了耶稣 阿富汗人 另外两个阿富汗家庭 应救他们 这段时间的见证 也信了耶稣 所以福音 就是这样 宣教的情怀 在关怀的表达里边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不只是对人灵魂的爱 是对人整体的爱 而且对那一些 在灵里边 比较没有感觉需要的人 我们关心了 他所感觉到的 需要的felt need 就是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 婚姻上的 家庭上的 教育上的 文化上的 等等这些需要 碰触到他们的需要以后 就可以带领他们 进入察觉到 他们所没有察觉到的 属灵的需要 阿富汗的情况 是如此 乌克兰也是如此 第一时间 宣上祷告 乌克兰人 在线上跟我们分享 物质 援助 就进去了 我有一个神学班 在罗马尼亚 他们在疫情之间 盖一座大教堂 哇 怎么盖啊 因为盖了 看见疫情 哇 怎么样 还是努力 竟然完成了 这座大教堂 教堂一完成 那个负责人说 刚好就是 乌克兰难民 许多都拥到 罗马尼亚去的时候 他们就代表了 华人教会 接受这些乌克兰的难民 他们说 原来 我们在疫情之中 这么辛苦 很难 因为很多生意 都做不了的时候 我们仍然把这个 大教堂给盖起来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为了向乌克兰人 提供一个 永生避难之所 而且向他们献上 基督徒的爱心 你有看见吗 其实你在生活中 很多的祝福 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所有的祝福 都是为了成为 别人的祝福的 当你能够这样 去经历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所领受的祝福 就好像 加利利的水一样 涌流出去 再涌流出去 永远不干顾 如果你领受了祝福以后 你不分享 我们都知道 就像 耶利哥那边的 十海一样 到最后 什么生物 也没有办法生存 缅甸也是如此 经过政变 他们的需要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 什么灾难发生 我们就必须要祷告 赶快帮助 另一个灾难发生 我们就必须要祷告 那么再发生 后面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连宣教和关怀 都要找新鲜的来做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怎么样持续的阿富汗 怎么样持续的做乌克兰 怎么样持续的缅甸 怎么样持续的这个运渡 怎么样持续的这个巴基斯坦 怎么样持续的我们在这里的原住民 在这里各国的难民 怎么样持续 这个是一种真实爱的一个表达 因为当你说尽力的时候 不是尽那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力 我们甚至是对圣地 三年没有办法到圣地去 我们老师同学宣教同工 常常到圣地去 我们的旅程叫圣地与圣明 不只是看圣地的石头 我们要看见上帝在那边 在人群中的工作 所以犹太人的福音工作 巴勒斯坦人的福音工作 已经几年 我在特拉维夫最黑暗的小巷 那边传福音给吸毒者 给巨女 一个一个 看到他们得到了福音 我有长期的同工在那里 几乎每两个礼拜 都有人决志信主 犹太人 堕落的犹太人 悔改归向了主自己 在约旦河受洗 这个是他们的祝福来的 他们要受洗就是约旦河 我们要找巴勒斯坦人 都不敢下去 感谢上帝 他们看到我在线上 我看到他们都很开心 好几年 我们帮助大屠杀的身皇者 纳粹大屠杀 逃回以色列的 我去到他们住的地方 跟他们分享福音 在光明节的时候 租了几两大巴 带他们来 在光明节 讲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 带领一群的弟兄姐妹 姐妹们都算起跑 在那边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每一逢我对他们说 你看见月亮 就记得我们爱你 而创造月亮新树的上帝 他也爱你 最后一次 因为三年不能去 2019年 我到他们的当中去的时候 打屠杀 犹太人的那些群众 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都是这个年龄 代表出来跟我说 I want you to come Hundred times 他说我要你再来一百次 我看着他 我心中很感动 但是我知道 就是我还能再来十次 他也不在了 福音的契机就是这样 就是这几年 这几年不做 这个时代就过去了 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福音的机会 很多关怀的机会 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止住 我们怜悯的心 就在此时 Go and do 耶稣基督说 你就照样行吧 你就照样行吧 你就看你自己 是那个被强盗 打伤的人 是要人 在拖延多久 帮助才领导呢 岂不是应该计时吗 你去照样行吧 之前有好几年 在圣诞节前去 我到伯利恒去 跟穷人住几天 这个成为我几乎 每一年的一种的活动 体会伯利恒的穷人 为他们送棉被 送衣服 度过寒冬 自己力量有限 召唤一些弟兄姊妹 奉献 棉被 有一个弟兄说 我要奉献33条棉被 我问他 为什么33条 他说 因为耶稣在 伯利恒出生 以后侍奉33年 所以我要给33件 棉被 这个理由不错 当你有心的时候 什么理由都找得出来 当你没心的时候 什么反对理由也有的 对不对 这个33件棉被 因为耶稣在地上33年 当然我也想 为什么他不算 多少个礼拜 你想今天耶稣基督 他会在哪里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 他还在的话 他在哪里 他跟最穷 最有需要的人 同在 偶尔参加你的婚宴 偶尔 但是他大部分时间 都是跟最有需要的人 同在 德兰修女的家乡 我去了三次 这个是刚刚上个月 德兰修女 1997年 他离开世界之前 一个礼拜 我学生的短讯队 去到那边 去到那边 见到他 德兰修女 他一生力 自19岁开始就去了 到80多岁 去到印度 加尔加达 加尔加达 当时我一个印度的同学 去短线队 回来以后 一个礼拜睡不着 因为他自己是印度人 去到印度 看到这么糟糕 他睡不着 但是一个19岁的 德兰修女 西方人 他去那边 把整个生命给他们 到80多岁 很多工作 其中一个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垂死人之家 在街上看到有就是病了 或者怎么样的 就要死了的人 他就把他们带来 为他们洗滴干净 清理伤口 让他们不论是几天 几个礼拜 几个小时 都让他能够使得有尊源 使得有尊源 因为他是上帝 按照形象所造的人 垂死人之家 这种的爱 是基督的爱 浇灌的一种爱 一点都不做做的 很真实的 甚至不需要很努力 才能够做的 不是 就是在里面的 对吗 当你里面有爱的时候 爱起来就自然了 当你里面很少爱 你爱起来就很难了 对吗 所以你里面有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不是吗 一对年轻人 这个是在马其顿 在马其顿 我们一起在那边 他是牙医 他说他想要奉献自己 做主的工人 我说好 感谢主 牙医 奉献 走主的道路 生活很辛苦 前面要安顿 我把袋子里面的 一千 欧元 叫了给他 至少接下来 他可能 可以做一些安排 当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 你去 照样行吧 是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蒙主 呼召 要侍奉 要建立一个教会 没有地方 四处 没有地方 没有家 也没有地方 好 我在找一个教会 一起合作 帮助 在马其顿 这个地方 作为他的教会 也作为他的家 这一年里边 带领二十多人 信了耶稣 在马其顿 那中间这个 可能有一点小视频 就看一段也可以 有75个人 来到这里 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带来 我们再邀请他们 然后隔一天呢 就剩下一半 然后再隔一个 在一个礼拜六 又再减一半 那最后这一批人 剩下来 差不多有十个人 那就是从这十个人 我们要让他们 就是从这十个人 这是我的一个童工 他是在英国留学的 他是回到穷苦的地方去 关心了四十个人 那么要跟他们插进 四十个人 一个礼拜后 减了一半 剩二十个人 继续努力 一个礼拜后 再减一半 剩十个人 就从十个人 继续地扩展 一直增长 增长到 真的需要一个教堂 在极穷之间 你有没有听到 很多神学院 其实都很缺钱 我是神学院的院长 很多人说做神学院长 最难的是什么 叫筹钱 忧愁的筹 筹款 但是我这个院长 是把钱都往外分的 因为死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 OK 没有关系 好 他回去 被赶 既然被赶 有什么计划 最好能够买 没有钱怎么买 靠上帝 他把信件写给英国 因为他是英国留学的 很多他的好朋友 写去 他说他十分的伤心 十分的奢望 等了几个月 只收到一个家庭 给160块英镑 他说他不晓得 原来在这里的工作 帮助来自东方 他讲的时候 流下了眼泪 他们不愿意离开 在东欧最战乱的地方 穷苦的地方 但是他们需要帮助 需要有人跟他们走 这一段路 就好像当初的华人教会 我们有西方的才会 跟我们走了一段路一样 还有另一个你看起来 就像保罗的那个人 因着他在社区里面 所做的许多许多的工作 这一年 被那整个的城镇里面 封为第一版样 最杰出的公民 而他是同工 是牧师 你看见了这个撒玛利亚人 看到了被抢到打伤的 他给他止痛 他给他杀菌 然后他给他包裹 他给他扶持 拖着他扶他 骑上他自己的宝马 照顾他带到店里面去 第二天拿出两千银子 来交给店主说 你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还你 这个是罗马货币 二千银子 一个工人两天工资 可以让他在那边 大概住一个月 包括吃 照顾弱小的 不能够半途而废 所以我说 不要只是找新鲜的 新鲜的是需要 因为那个时候很需要 但是怎么持续呢 所以我在过去 几乎三十年的短宣里边 我的口号是 短宣但是长期的尾声 所有的短宣要有长期的关怀 那你可以看见上帝他自己的工作 让他们到最后可以自己起来行走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他说 对吗 不是他欠了 但是他还了 所以服侍人的人 要常以为亏欠 还福音的债不是吗 常以为亏欠 因为我们欠了主 那么 那谁是落在强道中的 那个灵声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 那么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嘛 那个不怜悯人的 会受到没有怜悯的审判 当我们做怜悯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向审判 来夸胜的 你去照样行吧 我们不能够光光 说我们爱主爱神 而不爱人 你要去爱 爱人的流露 是爱主的真实 你去照样行嘛 听到不行到 欺骗自己而已 所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那这个故事呢 很吸引我的地方呢 是你看这基督 一直没有回答 立法师的问题 没有 他说谁是我的灵色 他没有回答他 在他的讲述中 确实改变了 那个人的问题的重点 那个人说 按照立法 我应当要爱灵色 但是谁是我的灵色呢 基督的回答里 没有告诉他 谁是他的灵色 基督的回答的重点是 问题不在乎 谁是你的灵色 而是你自己 是不是一个灵色 How about you? 立法师问 谁是我的灵色 基督说 你自己先做一个灵色 你什么时候 尽了你爱灵色 你做灵色的一个本分 你就会在 那个需要你帮助人的 当中找到的灵色 他问谁是我的灵色 我应当去爱谁 基督实际上说 你如果尽了本分 你如果真正的爱上帝 你就爱人 你就会在那些 需要的人中 找到灵色 你如果不爱神 你根本不会 看他们一眼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要结束了 你所说的 你所信的 你真的信吗 你真的信的话 你真的行吗 福音对你来说 你尽量了吗 爱主对你来说 你尽力了吗 你用你的嘴唇 你有没有用你的生命去爱 你用你的嘴唇 先讲福音 你有没有用你的生命去见证福音 Gospel have to be conveyed and preached through your lips through your love and through your life 这幅图画 我们当中 会有一些人看过对吗 会有一些人听过 他里面的故事是吗 Kevin Carter 去到南苏丹 拍了这张照 拿了摄影大奖 但是四个月后 他自杀了 这张照得了大奖 但是这四个月后 他自杀了 因为虽然 这个照片带来很大的震撼 使用更多人关注 南苏丹 基督教大部分在南苏丹 北苏丹 回教 南苏丹 遭受亚伯 给予很多的救援 但是当有人 开始问说 最后这个女孩子 她的结局是什么的时候 有更多人 更多人说 你只顾这个拍照 后面的兔鹰 等着女孩的死黄 因为她喜欢吃腐肉 最后 这个女孩的结局是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救这个女孩 而只是在那边拍照 四个月后 她自杀 这个是一个故事 的一面 另一面 她拍完照后 她心中很震撼 她赶走这个兔鹰 她把身上的水 和一点粮食 给这个小孩 然后她也走了 自终这个小孩 有没有得救 她也不知道 自终她有没有倒下去 最后兔鹰又来找她 她也不知道 所以不论怎么样 她内心 有某种程度的 自浅 良心的责备 她自杀后不久 一个苏丹父亲出来 她说 那个是我的孩子 她没有事 她不是女孩 是男孩 饿到像女孩一样 已经没有力再走了 前面就是救援中心 但是她没有事 父母在前面 她是其中一位 她手上有那个 塑胶的手环 有偏好 她也可以去领取 但是还没有到 出现这一幕 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她没有事 不过2007年 十几岁 她就死了 因为身体耐不住 她还是死了 卡特的女儿 小女儿 她说 兔鹰在后面 小女孩 我们称她 小女孩在前面 在整个 舆论的 齐亚 媒体的霸凌里边 我的父亲 是这个女孩 你们就是那兔鹰 害死了 但是里边呢 有一个问题 对吗 你看见了 但是你做了什么 你听见了 但是你做了什么 法国巴黎 有一座教堂 很美 彩色玻璃等等 大战以后摧毁了 信徒们重建 建得美如美奂 但是燕子里边 放了一尊 耶稣的铜像 是战前的 摧毁了 甚至连一双手都没有 很多人去看 礼拜堂的时候说 哇 这个改建得很好 在燕子看到 耶稣铜像的时候 都问说 为什么耶稣 没有手的铜像 放在这里 为什么耶稣没有手 铜像下面 就是写着这句话 耶稣说 你们 就是 我的手 我们低头道高